181 新聞神報,Hey!我很好!我很好!2015年7月26日深世界 B. 零測你新現在的小孩子為什麼普遍有神虛的問題? 很多小孩子白天電腦、手機、電門用得太多,晚上遊睡得太晚, 有時候爸爸、媽媽看電視看到11點,小孩子也跟著看, 學校和家長都沒有提供涉心的教育,孩子平時神氣過散就造成神虛 近年來,很多現代大城市的孩子,有嚴重的神虛,神也不定 而四、五十歲的成年人更是好得厲害,我們現在是流得多,回得少 現在從小學甚至從幼兒園就開始用電腦寫作業,要跟上時代潮流, 盡快進入互聯網時代,但互聯網的誘惑很大,小孩子很容易迷失在裏面, 精氣神早早就消耗光了,不是時代有問題,不是電腦,互聯網有問題, 是我們無法把這些當成一個單純的,只是幫助我們生活、工作的幫手, 而把它當成滿足無限慾望的工具,把自己的精氣神投入進去,無法自拔。 我見過很多孩子,他們在父母的意志指導下,讀名牌大學,通幾門外語, 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慈善活動,非常聰明,但是他們的精氣神和身體能量被過組好光了, 沒有積存能量開發自己主導完成自我成長的能力,他努力地走在一條不是自己選擇的道路上, 到了一定的階段,容易出現情緒障礙、心理障礙、適應障礙, 不再能專注學習,因為他過早把精氣神用在了家長指引的道路上, 最後沒有能量再供他尋找自己的路了,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當你的能量提高了,身體自己就能把問題處理掉,當你能量很低的時候, 不光是身體會出問題,情緒也會有問題,你也不會有足夠的資源和精力開展你的社會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你想要獲得事業的成功是很難的,不如先把自己和家人的身心照顧妥當。 在國內,有很多上了一天班的人,他其實很累了,能量用光了, 但是他還會選擇去健身房跑步,那個時候是應該開橫是合,應該合,那跑步對不對呢? 如果你現在沒有能量了,但平時體質還很好,那還有資本透支一段時間。 如果你既沒有能量,原本體質也不夠好,再去跑,就有危險。 這些年有些知名的工商界人士死在跑步機上,其實就是他應該去睡覺的時候沒有睡覺, 還加大了往外開的流量,電池最後就用光了。 1997年我跟我的老師學習,美國規谷的一位軟件工程師找我們看病。 40多歲了,想要孩子,但是怎麼都不能讓妻子懷孕,當時他頭髮掉得厲害,看起來很蒼老的樣子。 我們問他的生活狀態,他說很辛苦,偏程序偏得眼珠子都要調出來了, 不過他認為他們公司的企業文化非常好,是一個激勵的文化。 每天中午工作到十二點的時候,大家我了累了,去吃飯,吃完了到公司的健身專區跑步, 還大聲地哭嗨,I am okay,I am okay,hey,我很好,我很好, 這其實是在壓榨能量,攪乾身體的能量,覺得疲勞是身體的能量快膚竭了, 這時不休息,睡覺,還大量地往外開,把最深層的能量調動出來, 整個人體的能源儲存都乾闊了,儲存能量的下午都好乾了, 怎麼還會有孩子,還有很多人工作了一天,疲勞了,平常也不運動, 上常習慣下班去外面大吃一頓,吃得飽飽的,人體在能量虛的時候吃很多東西, 因為,終焦長期處在於痣狀態,長期這樣,身體越來越轉不動, 這就是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脂肪肝等等所有病的開始, 疲勞後大吃大喝,是一種最快速地堆積體內垃圾的方法, 如果吃飽了就回家好好休息,讓冬眠的狗紅朵在樹洞裡睡舊, 或者像大網蛇吃了一頭羊,正正盤在那裡好幾天,讓自己消化, 讓能量著在中午,把吃進去的食物消化掉,這樣還會好一些, 但是,很多人喜歡在大吃一頓後,再去 企歌,進一步地開,消耗能量,企完歌以後,再和歌門兒一起去洗桑拿, 繼續地開,漸漸地,他們身體內的能量越來越少, 肚子會變得越來越大,長期嚴重透支的人,容易在桑拿房, 健身器,房市中出問題,不管你看起來多強壯, 肚子大的人下朝肯定虛,整體能量不夠了, 身體只能運作到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的程度, 不多的能量只能優先供應大腦。 心肺者這間重要的部分,這種情況你要減少工作,增加休息,適當運動, 但不要狂奔晚練,吃你能夠消化的食物粗茶淡飯,清粥小菜, 這樣過上一段時間,就能把能量提高,把堆植在身體內部的多餘東西排出去, 你的肚子會少,精神,體力會好,思維也會更清晰。 主持人 黃崇森世界 新世界 聯繫我們 郵件 線cg1010 at 126.com地址 都市路4855號1號樓11樓星期日新聞神報 《深世界版》 版郵編 201-199短信 一五零零、零零一、九五零三 在說明的電視,下集團,提到您的線上,